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地理环境的因素在中国自古以来南方多雨 而北方却经常旱老成灾 所以早在1954年的时候 毛泽东主席就曾提出了 南方水多 北方水少 如果有可能 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大胆设想 最终广大科技工作者做了大量的野外勘察和测量 形成了南水北调东线 中线和西线调水的基本方案 并获得了一大批富有价值的成果 南水北调的东线工程起于长江下游的扬州 终点在天津 中线工程从长江最大支流 汉江中上游的丹江口水库东岸岸边引水 经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 南洋方程压口 沿唐白河流域和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开挖渠道 在河南行阳市王村通过隧道穿过黄河 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 自流到北京颐和园团城湖的输水工程 而西线工程则是从四川长江上游 支流 亚龙江 大渡河等长江水系吊水 至黄河上游 青 干 宁 蒙 闪 敬等地的长距离吊水工程 是补充黄河上游水资源不足 解决我国西北地区干旱缺水 促进黄河治理开发的重大战略工程 跨越4300公里 流经大半个中国 被外媒称为人类的逆天工程 无疑南水北调工程造福了无数中国国民 但这么大的工程 想必一般人想都不敢想吧 所以说人类的智慧真是无穷大 你同意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